从此曹雪芹和这竹香玉就恋人两离别 于是他就借着自己内务府整白齐汉军的身份 混进宫里头当了差 就与这竹香玉合谋 用丹药毒死了雍正皇帝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分几段书吧 雍正皇帝登基时候的小故事都讲的差不多了 上文书呢咱们就是讲的清宫一案里啊 儿子和爸爸的故事最后一段书 那么好事来了呀 今天呀这可是个开新书的日子 本来呢我是想给您开下一个系列 就是这清宫一案里啊 爷们跟你媳妇的故事 也就是说呀是皇后跟皇上的故事 可是我一想啊 咱们既然讲到雍正了嘛 咱们就不如趁热打铁 再讲一个雍正皇帝身上的一案 咱们开这部清宫一案啊 全是围绕着人物的关系讲的 哎这部书啊就不一样了 这部书啊咱们只讲雍正 咱们讲雍正的什么呀 咱们就讲讲啊 这雍正驾崩之谜 这雍正皇帝啊 他是不是个好人我不知道 其实啊他是不是个好皇帝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很清楚 这雍正帝啊是个合格的皇帝 他是哪年死的呀 他是雍正十三年的八月二三日子时 龙玉上宾的 您瞧哎他说皇上死啊 单门有好词 龙玉上宾 可是啊 搁我这都一样 就是那一天啊 这雍正皇帝尿息了 关于雍正皇帝的死 雍正朝宠臣张庭玉 在他的回忆录自定年谱当中啊 有详细的记载 这张庭玉说 张庭玉的这段话呀 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说这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的时候 上朝的时候 张庭玉就发现 雍正皇帝脸色不好 一问才知道啊 说今天呀 这皇上啊 身上觉着不舒服 有点头晕 恶心什么的 这皇上自己认为呢 问题不大 小毛病 所以呀 还能照常听证 到了二十二日晚上的时候 这漏江二谷吗 也就是大概啊 十一点多钟 这张庭玉刚躺下 好家活的嘞 这敲门声啊 就来了 来的都是内事 让他赶紧起来 去圆明园见驾 到了圆明园以后啊 他在这个台阶下面伺候着 到了二十三号子时的时候 就传出话来了 太医啊 再给皇上用什么药 都喂不进去了 这会儿的皇上啊 已然驾崩了 您看啊 这雍正皇帝从得病到驾崩 就是这么的快 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的时候啊 才感觉身体不舒服 到了二十二号 这才隔了两天 这病情啊 就已然加重了 到了二十三号子时 也就是二十三日凌晨的时候啊 就驾崩了 那么这雍正皇帝是怎么死的呀 这雍正皇帝的死啊 您和我一样 只要稍微喜欢一点 清朝历史的人啊 就都应该有这种体会 我们所知道的 它肯定不是一种死法 咱们先说这正常死亡吧 有人说呀 是死于心脏疾病 哎 这心脏疾病啊 不会容你再过了两天的 肯定是崩当仓 这皇上老爷子就驾崩了 那么是脑欲血吗 哎 我觉得这要是脑欲血呀 可能比这个时间呀 坚持的还会再长一些 所以说据张情欲描写 这雍正皇帝的死状看啊 雍正皇帝七孔出血 这皇上老爷子呀 很有可能是死于脑出血 导致的大面积脑死亡 那要是说这不正常的死法啊 那传说可多了去了 有人说这雍正啊 是自杀的 他为什么自杀呀 因为他发现他身边的宠妃啊 竟是他在民间失散的女儿 您听这事可笑吧 我听这也可笑 可是你们别乐 这就是那些啊 很多这青史故事爱好者 奉为圣书的 雍正王朝 作者二位和笔下的故事 也有人说呀 这雍正皇帝生性暴虐 经常啊 责打身边的宫女太监 所以呢 一来二去呀 这些宫女太监就受不了了 于是就在一个 月黑风高的夜里 也不知道啊 是这宫女联合了太监 还是太监联合了宫女 就把这雍正皇帝啊 给勒死了 这种说法啊 从清管就有 并且呀 被写进了野史笔记 有这么一本书 叫梵天卢从录 这作者呢 叫柴厄 其实啊 这是一个明朝的故事 并且呀 在明史中有传 明史许身传中 就这样记载 说呀 以张金英为首的一帮宫女 用这个漫长啊 差点勒死 明家境皇帝 这种一花接木的 讲故事方式啊 那完全是欺负 当时的老百姓 多数都不识字 这第三种说法啊 听起来就更为离奇了 这种说法啊 出自现代 1989年的时候 出过这么一本书 叫红楼解梦 是两位红学家写的 亲姐弟 他们的名字呀 是霍国陵和霍继平 说是红学家呢 也有点过 大概其呀 就是红学爱好者吧 不过呢 人家既然能够著书 立书 咱们在这儿啊 姑且称呼这二位啊 为红学家 这两个人 结合着指研摘 红楼梦 吉平 把红楼梦中 所有诗词歌赋 全部倒背如流 最后得出心得 他们认为呀 这红楼梦里边的林黛玉呀 真名 叫做竹香玉 是曹雪芹的情人 并且呀 这个人呢 就是红楼梦 金陵十二差 十二位有个性的 大美妞的原型 您没听错 这金陵十二差呀 是以一人为原型 不不不不 这不是我的观点啊 这是那个霍国陵和霍继平 人家这两个人的观点 可是很不幸啊 这奇人女子都要选秀 这竹香玉呢 就选秀进宫 成了雍正皇帝的妃子 从此啊 曹雪芹和这竹香玉 就恋人两离别 于是他就借着自己 内务府整白齐汉军的身份 混进宫里头啊 当了差 就与这竹香玉合谋 用丹药 毒死了雍正皇帝 怎么说呢 这故事很精彩 但是 但是来了啊 是一点历史佐证都没有 他关键是 你查遍清宫荡 他就没有这么个人 还有一种雍正皇帝的死因呢 流传颇广 这种说法啊 小说也写了 舞台剧也唱了 电视电影啊 也都没放过 这是什么说法啊 这就是著名的 被吕四娘刺杀说 吕四娘杀雍正这种说法啊 已然很离奇 很可笑了 这里边啊 还分出很多岔头 有若干个版本 宣男书馆 小一帆的评书演员 王月波 正在说的一部书啊 叫雍正剑侠图 您要有过日子心 您可以在网上啊 追追这部书 按他说出这速度啊 到我85岁生日那天呢 我有可能能听见这吕四娘刺雍正这一集 当然了还是人家书说的好啊 人家那个叫艺术 咱们这个顶多是文化快餐 那么这吕四娘是谁呢 关于这吕四娘的身世啊 他也说法不一 但是呢都普遍认可 这吕四娘啊 是浙江崇德县吕刘良他们家人 有人说呀 他是吕刘良的妹妹 也有人说 他是吕刘良的孙女 最多的说法啊 说他是吕刘良的女儿 关于吕刘良啊 咱们就知道 他是这个清除一味 绝出的学者 诗人评论家 思想家就完了 咱们呀 没必要细说 因为在前方啊 文字玉那篇里 咱们都已经讲的够不够的了 您要有兴趣啊 您可以上前边翻翻去 总之啊 在他活着的时候啊 有过一些反清的言论 其实呢 就是在他书里啊 对着清朝的统治者呀 不屑一顾 那很是瞧不起呀 后来呀 有一个叫曾庆的人 利用了他的学说 在雍正年的时候啊 大搞反清复明的活动 导致呢 在雍正十年的时候 已经死了很多年的吕刘良 又被从棺材里振了出来 被判了一个开关路师 让政府啊 给定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罪 这大概齐啊 吕家和雍正皇帝的梁子呀 他就是这么结下的 咱们暂且就说吧 这吕四娘啊 就是吕吕良的闺女 在这吕家抄家以后啊 这说法啊 就又不一样了 说这个吕家抄家以后啊 吕四娘就被一位高人救走了 这位高人是谁呀 第一种说法啊 说这高人是大侠甘雨甘奉执 还有一种说法啊 说是这独臂神尼久难事态 您还别说呀 这两位啊 都振有其人 这甘雨甘奉执呢 确实是江南一位侠客 说是侠客也行啊 说是这个巨盗也行 在1729年的时候 被雍正的宠臣李卫活捉 并且又出了口供 投靠了蜻蜓 致使当时啊 很多的反清意识 被蜻蜓捕获 当然了后来这甘雨甘奉执啊 也没落着好 这李卫掏空了他的口供之后啊 也就把他弄死了 至于这独臂神尼九难时代的原型啊 那就是大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大公主 长平公主 她呢有一个很不好念的名字 叫朱美绰 大清国建都北京之后 这位明代的公主啊 活得还算凑合 不过在17岁的时候啊 就早早早早早的轰事了 那会儿啊还是顺治年的 所以说啊 您就想起吧 这吕四娘这个人物啊 很可能也是被编出来的 不过关于吕四娘是怎么混进宫里的 倒是都是一个说法 说这吕四娘啊 是化妆成民女选秀入宫 才能混到皇帝身边能够刺杀雍正 这八旗选秀制度啊 咱们刚刚讲过就时间不长 咱们都知道啊 这汉人啊是不会参加选秀的 无论是礼部举行的选妃 还是这个内务服举行的选宫女 那都是啊 从八旗的女孩里挑 不是齐人呢 没有资格选宫女 而且呀 这选秀的制度啊 很严很严 也绝无混进去的可能 得了 今天呀 咱们说了说这民间传说的 雍正皇帝的几种死法 这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到了下文书啊 咱们要揭示一下这雍正皇帝的真正 绵 绵 绵